以色列剿灭哈马斯 现在行动扩大 也有最新的影片曝光了 以色列的军方杀进医院里面 干嘛呢 他们接获情报 冲到医院去救人 只意外搜到武器跟炮弹 证实哈马斯的确把医院当作据点 同时以色列还要分心对付真主党 最近执行史上最大规模的空袭 就是为了报复真主党的火箭攻击 而且美军也出手 寄出地狱火的导弹 击杀真主党的领导人 我想问静平哥 从这一点以色列的动作来看 好像势在必的 一定要把哈马斯从地球上面消失 这几天以色列跟加萨走廊 他的主要的作战的对手哈马斯 似乎还有包括北边的真主党 一样是你来我往 首先2月15号的时候 西洋情人节刚过 以色列的军方就展开 对加萨走廊的甘尤尼斯 他有一间叫做纳瑟纪念院 对这间纳瑟纪念院展开 他的一个攻击 那因为以色列军方说 他们掌握可靠的群姿跟消息说 在医院内部里面 哈马斯根本就把这些人职 扣押在这个医院当中 所以据说以色列军方攻击 他这个设施的时候冲进去 然后也逮捕了好几十名的 这样一个可能的嫌疑 恐怖分子的这个嫌犯 把他给带走 而且在医院内部 虽然造成一定的这个程度的伤亡 也有造成这个里面的一些人员受伤 但是他们在医院内部发现说 里面根本就是哈马斯 他把这个纳瑟纪念医院 当成他的一个情报指挥中心 还有审讯的地方 也就是为什么会有审讯 就表示有人职关押在这里 人职关押在这里 他才有审讯 好像审讯办人的这样一个设施 然后还有包括指挥中心 还有情报设施 当然哈马斯说 你骗人说谎 我们没有这样做 那当然两边就各说各话 但以色列攻进去 而且在里面有一些这个斩获 是不争的事实 而为了声援哈马斯 又被以色列攻击 那其实在以色列北边 黎巴嫩跟以色列边境的这个 真主党 他已经像最近这段时间 从去年10月7号 以色列遭受突袭以来 他就蠢蠢欲动 几乎每一天都跟以色列 有一些交火或冲突 比如说他在2月14号的时候 以色列它的这个北部的城镇 这个萨法德的基地 他先遭到这个真主党旅 他们用这个致命的火箭去攻击 然后呢 当时造成以色列的一个这个 人员伤 一个士兵死亡 然后巴肯的受伤 结果2月15号隔天 就是在 情人节隔天 以色列就对黎巴嫩的这个 他的纳霸地业 做一个空袭回击 等于是你攻我 你造成我一个士兵死亡 那我就回击你 所以两边你打我 我也打你 击毙了真主党精锐的 他的一个这个拉德湾部队的 一名高阶指挥官 那之前我们也讲过 他拉德湾部队之前就已经 指挥官有上命了 现在又一个指挥官丢掉性命 所以真主党这一口气 可能根本容不下去 吞不下去 接着2月16号 真主党就对这个基耶斯摩纳 又发射好几十枚的这个火箭 对这个纳霸地业 还有刚刚我讲的萨瓦那这些 以色列攻击他们的这些杀戮事件 进行来回击 你真主党的背后 根本就是有伊朗 你在后面撑腰 然后提供你这些大规模的这个武器 源源不解的火力 所以导致你跟以色列的这个冲突 会不会扩大升温 虽然以色列的这个陆军的参谋长 他的这个哈列伟 他说正在集中精力 做好战争的准备 以色列是不想两边 南北面同时开战 北面就是黎巴嫩 跟以色列边境的政筑党 南面那都是加仨走廊的哈马斯 还没有完全清剿完毕 但他们也讲掉 接下来的行动一定是一次 强而有力的攻击 你说你打我 我绝对不会束手待毕 然后作者被你打 我一定要回击你 那其实在上个礼拜 我们在过年的时候 美军就在伊拉克的这个巴格达 消灭了黎巴嫩真逐挡旅的 另外一个领导人叫阿萨迪 那大家看到的这个是阿萨迪 他的这个车辆爆炸了 起火了这种 熊熊烈火吞噬的 整辆汽车的这个画面 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是被美军用 MQ-9死神无人机 发射了这个地狱火飞弹 也就是这个AGM-114 那这个地狱火飞弹 它是改良后新的 变成一个叫做R9-X的 新的这个飞弹 它是直接锁定精准打击 就只有它起火燃烧 因为它为了减少 对附近的其他的民众 或者是无关紧要的 这样一个跟目标 无相关的人员伤亡 所以美军其实在跟中情局 他们一直合作 使用了这个飞弹好几次了 大概数得出来 大概不超过十次 这个飞弹大概在2017年开始附属 尤其在中东地区 其实就是为了斩首精准猎杀 2019年也就五年前 才被美国媒体开始曝光 那这一款的这个精准的飞弹 我刚刚讲说R9-X 它是从AGM-114的这个地狱火 AGM-114地狱火飞弹 我们台湾也有 那在我们的这个阿帕奇的 这个攻击直升机上面 它是一种可以从陆地上 海上还有空中发射 来攻击海上陆上目标 而这款R9-X又称为忍者飞弹 它没有使用一般我们看到 那个飞弹攻击到目标之后 它会爆炸 爆炸之后会有一些破片 那个爆破的那个破片 杀伤力很大 会让很多的这个无辜的人 旁边的人都可能会受伤 但是它没有 它反而像冷兵器时代的 你看到这个飞弹的画面 它的战斗部位 就是有这个六个刀片 非常尖锐 锐利的这个六个刀片 像一个新的现代化的 空中血滴子一样 六个18英寸的这个刀片 它在这个接近目标的时候 它会开始高速旋转 它的刀片会弹射出来 开始高速旋转 然后用1.3马赫的速度 接近目标 你可以想象那个动能 跟那个速度 那个加速度 然后直接它可以 本来是开发这种飞弹事 还是用来对付坦克车 装甲车那种装甲 反装甲的力气 结果没想到 它再加上这样的一个 这个刀片的话 它会迅速把包括装甲车 坦克车那种铁装甲在内的 这个整个把它绞碎 那更何况 如果是人碰到这样的话 那不是直接被绞碎了 所以它就是要绞碎目标 那这样一个飞弹 它也是为了避免说 伤及无辜 美国也是靠着这个飞弹 想要去精准 狙杀他们想要做掉的目标 好 美国靠着地狱火的反恐力气 成功击杀了 真主党的领导人之一 那乌克兰方面呢 也有最新的杀气出台了 乌克兰最近改变战略 改空战 传出开放一个叫 GLSDB的精准炸弹 这个炸弹 在过去的战争史上 没有出现过 在俄乌战场上 最近最近这段时间 是开始首次使用 那俄乌战争到了 昨天2月15号 我们看到已经打了722天 俄罗斯的这个部队 伤亡将近来到40万人的 这样一个阵亡大关 那死伤那么多人 可是俄罗斯并没有松手 尤其是在乌东的战场 靠近这个顿内斯克那边地方 有一个叫阿夫迪夫卡 现在告急了 俄罗斯虽然阵亡将近40万大军 可是他现在还有5万的这个部队 包围了这个阿夫迪夫卡 那现在呢 持续尝试要去切断乌克兰军队的 这个补给 主要的补给线 而乌克兰呢 他也意识到说 阿夫迪夫卡可能要丢掉 他必须救他在里面被围困的部队 所以派出他们的精锐的王牌部队 那为什么俄罗斯 他因为急于想要 这个把 这个死伤阵亡了那么多人 还是急于想要拿下阿夫迪夫卡 跟这个乌东的这个地区 就在于说 俄罗斯最近他们战地发布了一段战场上的一个 剪到了一些残骸的影片 而这个残骸呢 他们介绍说 拥有这个写着英文的助推火箭 显然 应该就是不久之前 你看到画面 就是美国提供的那个 GLSDB 陆射小直径炸弹的 它的一个装置 这个应该是它的尾部 它从尾部的一个原件 它的一个飞弹 炸弹的这个原件 可以看得出来 除了有那些英文字体之外 还有它的一个特殊的一些设计 那这一款的GLSDB呢 我要讲的就是 它是由两种不同的飞弹结合而成 这也是两家公司合作的一个产物 一家是美国波音公司 那一家是申保 瑞典申保 就是不要怀疑 就是那个SARB 那个做汽车很有名那一家公司 它也是一个军火商 这两家公司合作共同研发之后 他们把本来属于GPU39的一个 这个精准炸弹 然后跟N-26的火箭弹结合在一起 开发成这样一个 这个GLSDB的小直径炸弹 这个小直径你不要看它的这个 虽然它的尺寸不大 但是它的这个攻击的精准度 就跟它之前的GPU39一样 而且它的爆炸威力 也是非常的强大 而且它因为有滑翔翼的这个设计 它后面有尾翼 有可变式的这个 可略式的这个变异的这个尾翼 它可以让它有滑翔的这个 增加延伸它的射程 所以你看到如果它从这个乌克兰军 帮它的手上发射的话 乌克兰军队可以用M270 也可以用这个MLRS 就是我们讲的海马斯多管武器 这个火箭发射系统 把它这个发射出去 它的射程至少可以延伸到 160公里以上 那刚刚讲说 目前为止 在俄乌战事发生之前 起码在今年以前 都还没有看过任何国家 有在战场上使用过这个GLSDB 入射小直径炸弹 那现在是第一次使用 那当然全世界各国都在看 不能说吃瓜看戏 他们是要看说 这一款的这个炸弹 它的威力到底怎么样 如果经过实战验证的话 这次俄乌战场 他们重挫俄军的话 那以后它的订单 波音跟这个SARB公司合作的 研发的这个武器 就会如雪片般飞来 那其中其实包括我们台湾 据说也是潜在的买家 我们也是希望 我们军方也是希望 买这样一个炸弹 能够希望美国提供给我们 军售给台湾 所以这么多国家都在看 然后又是首次的这个实战 那俄罗斯当然也会希望说 在它全部到位以前 因为这是最近这一两年 他们才开始完成研发之后量产 首批量生产通过 然后援助乌克兰 那如果全部到位的时候 乌克兰是不是如虎添翼 那有更多东西能够对抗俄罗斯 俄罗斯那当然是想尽办法说 我在你拿到这些之前 我先赶快把你乌冬全部底定 把战场的局势大致搞定 所以呢 现在法兴社有报导 乌克兰军方在2月15号 也发出警告说 有好几架的这个俄罗斯的 长城战略轰炸机图95 已经从这个莫曼斯克 莫曼斯克是在俄罗斯 位于挪威跟芬兰的 它的一个这个边境 有一个奥兰尼亚空军机 一开始起飞 要对这个乌克兰构成 导弹的这个威胁 所以你看到 北约的秘书史托登伯格 他有讲说 那会给中国壮胆啊 当然要持续援助美国 所以美国在过年期间 也传出来 通过了900多亿美金 其中有600亿美金 要给乌克兰 140亿要给这个以色列 48.3亿要给 包括台湾在内的印太地区的 一些盟邦 我是陈明君 我是李嘉明 敬请锁定 武器失火网 真相不漏网